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消费者GPU市场的崩溃,以及数位货币的持续寒冬,汇达的数据中心部门承担了公司大部分重任。 由于公司业绩不佳,其执行长黄仁勋甚至在上个季度降薪,如同贵于回游一般,汇达的GPU也重返晶片工厂。 科技媒体The Register日前也报道称,台积电、艾斯摩尔和新思科技都在使用汇达的加速器,加速或增强运算曝光技术。 同时,KLA公司、应用材料公司和日历公司目前正使用,运行在挥达并行处理晶片上的深度学习原始码,进行电子数和光学晶圆检测。 报道称,GPU加速这部分的制造过程非常有趣。 随着电晶体闸机的缩小,为了在处理器中装入更多的闸机,这就需要更先进的曝光技术。 之前,这些工作负载主要运行在CPU核心上。 但事实证明,只要进行适当的调整,GPU在加速这类任务方面相当出色。 对于运算曝光来说,这个过程看起来相当简单。 大多数晶片都是通过光眼膜投射特定波长的光,通常是光谱的极紫外部分白石刻导系上的。 为了在锡晶片上生产出越来越小的电晶体,工程师们必须要有创意,防止因特征模糊而造成的失真。 如今,这些光眼膜十分复杂,需要在大规模运算机群上花数周时间生成。 黄仁勋此前就称,使用GPU加速可以将这一过程速度提高50倍。 数以万计的CPU伺服器可以由几百个DGX系统所取代,将功耗和成本降低一个数量级。 如今,业内大多已经知道,GPU不仅适用于高效能运算,也是大型人工智慧所依赖的心脏。 今年3月,辉达并未宣布,其CU-Litho软体战中存在人工智慧。 辉达高级技术部门副总裁VVaxin也明确表示,人工智慧广泛应用于运算曝光,只是时间问题。 今年举行的ETF半导体大会上,黄仁勋赞赏了人工智慧,具有为摩尔定律注入新活力的潜力。 辉达加速和人工智慧运算的理想应用是晶片制造。 虽然晶圆厂已经高度自动化,但辉达看到了将其在机器人、自动驾驶汽车和聊天机器人方面的工作应用于晶片制造的机会,并将GPU卖给处理器设计者、设备供应商和代工厂,从中赚取数百万美元。 黄仁勋表示,人工智慧的下一个浪潮将是Embodied AI,即巨身智慧,能理解、推理并与物理世界互动的智慧系统。 黄仁勋介绍了辉达的多模态居身智慧系统NVIDIA VIMA,他能在视觉文本提示的指导下,执行复杂任务,获取概念,理解边界,甚至模拟物理学。 因此,辉达突然有兴趣向半导体行业的加速运算产品,这并不令人意外。 台积电已经为AMD的MI300GPU使用Chiplet技术,在具有8个DRAM晶片的6nm机板上堆叠了5nm运算盒,但这些技术在3nm晶片Di上的应用更为复杂。 台积电专家在日前举行的技术研讨会上透露,公司正在为 客户开发前后到制程解决方案,以满足其开发召集电晶体数量的新一代晶片需求。 台积电业务发展部经理Kevin Sean表示,他们已经接近那个阶段,他们有能力,不过他不能宣布客户的产品,但他们有多个大型晶片的堆叠和CoOS工艺。 他还表示,复杂度的来源是3nm工艺的制造周期CycleTime更长,或到先进封装CoOS工艺,也需要更长时间适配。 该公司还计划2024年,推出带有电阻式RAM记忆体的6nm工艺,用于微控制器MCU才刚刚转向16nm,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替代28nm成为主流,大概5年后将开始有6nm产品兴起。 台积电计划在2025年导入2nm工艺,这是第一个采用nm片点晶体结构的工艺,尽管规模生产将在2026年开始,NinoSheet从2nm开始,预计它将演进至少几代,他们使用FinFET的工艺已有5代,也就是迭代了10多年。 台积电传出,近期启动2nm市产前置作业,由于2nm技术更难,成本也比3nm更高,为优化良率,降低前置期成本,对再生晶圆需求将暴增。 台积电的再生晶圆主要供应商中砂扮演关键角色,目前其再生晶圆产能维持满载。 业界人士分析,半导体系片在晶圆厂的应用,可区分为直接用于半导体加工的正片,也就是由环球晶等厂商供应的半导体系片。 但量产前的市产作业,也还需要调教众多参数,考量成本,不可能用价格较高的正片,而是以再生晶圆作为测试晶圆片,包括空片、档片等应用。 换句话来说,再生晶圆是晶圆厂计入量产前重要材料,用于监控制成参数与生产环境等,同时减少成本消耗,是提高良率,降低成本的关键。 伴随制成欲先进,晶圆光照层数也不断提高,生产过程更复杂,也让黄光区、金属薄膜区等设备测试需求增加,再生晶圆消耗量暴增。 据悉,过往65奈米制成,每10片正片需要耗用6片档空片,28奈米以下制成,每10片正片需要15至20片档空片,3奈米、2奈米使用量更是持续增加。 据台湾Economic Daily6月上旬报道,台积电的工程师和支援工人已经被派往台湾宝山的竹科研发工厂,准备进行2奈米施生产。 消息人士称,一条小规模生产线的目标是,今年生产1000片晶圆,是生产计划在2024年进行,而大规模生产则在2025年。 对于大规模生产,可以利用竹科的扩建设施和台中的新工厂。 对台积电来说,尽早启动其2奈米系列,它称之为N2系列可能很重要。 这将是该公司第一代采用新的全闸及GAA电晶体架构的处理器,因此可能会有不可预见的障碍需要处理。 一些对2奈米发展的有趣见解,表明到目前为止,台积电公司的情况呈积极趋势。 首先,客户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,这表明主要的合作伙伴都在正确地投资于他们的定制解决方案,以确保成功。 其次,台积电正将人工智慧应用于其制造工艺,以提高效率,此举有望节约能源,从而减少碳排放。 通过这些被称为AutoDMP的新的人工智慧强化生产方法,由徽达驱动的人工智慧被用来优化晶片设计,比以前的方法技术快30倍。 这种由徽达驱动的技术被其视为为能使处理器更便宜,提供更高的效能,并且更省电。 台积电正将其N2工艺节点的踏板放在金属上,以满足徽达和苹果等客户。 总的来看,这家核同质晶片制造商已经开始了预生产工作,为2奈米失生产做准备,而2奈米的大规模生产将在2025年进行。 台积电的计划如果成功,也将可能保持其对英特尔和三星等对手的竞争优势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。